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旺南赫尔地区旅游 10月24号泰国园艺协会和泰国国家旅游局 在国家旅游局所在地联合举行 Flower Park欢迎再来旺南赫尔新闻发布会 旺南赫尔的空气新鲜指数受到国际称赞排名第7位 被称为泰国的达沃斯 去年举行的Flower Park后 有40万外国游客来次旅游 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和收入 泰国园艺协会主席阿南先生表示 今年法巴坦农场可以让游客和感兴趣者 触摸农民生活的文化 以及学习掌握和交流传播农学知识 今年最大的亮点是被称为 花中王后的400多种难得一见来自英国的玫瑰 泰国国家旅游局泰北总干事谭亚帕女士表示 望南赫尔地区是风景独特且深受泰国国内外游客喜爱的自然农业旅游区 此次举办的2013Flower Park是推动望南赫尔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又一次重要活动 谢谢аж过 几分之1 2,556 31 Je快乐 1,528 2,557 Mist 12 Вางن Roson 一世达行尔地区 中文卫视MGTV记者王坤龙 林凯雄 张大威 泰国曼谷报道